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一同来体会主耶稣痛心地问 在我们成长的事业当中 我们问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小时候问父母 上学时问老师 长大后问朋友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问很多的问题 在信仰上 主耶稣也问我们一些问题 比如他曾经问我 你爱我吗 他也曾经问我 你有得吃吗 他也曾经问我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主耶稣要我们清楚地去认识他 你们说我是谁 但是你知道 你是否知道 在主耶稣所问的问题中 有三个问题是让主耶稣心痛的 当主耶稣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主耶稣心里是很痛的 你能从主痛心的问题当中 去明白主的心吗 你是否可以从主问的问题当中 去看见主耶稣的忧伤 我们今天从圣经看 主耶稣痛心的第一个问 第一个问就是 那九个在哪里呢 主耶稣为什么在意这九个人呢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主耶稣心痛的去询问他们 在哪里 你也许说这只是主耶稣 问一问在哪里 哪里有心痛 这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看圣经 每一次听耶稣 都看不到耶稣的心痛 体会不到耶稣的忧伤 所以每一次听到 你听到什么都没有 没有听到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跟耶稣的心 在一起 读圣经 你看到耶稣的时候 或者你听到耶稣说话的时候 你的心放在耶稣那边 你就会去体会耶稣的心情 请看路教福音书的十七章 17节 耶稣说 我洁减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其实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 是还是不是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那九个在哪里呢 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主耶稣一好十个长大麻疯的 这个神迹 但是呢 回来感谢的只有一位 来我们读11节到16节 请念 Now it happened as he went to Jerusalem that he passed through the midst of Samaria and Galilee Verse 12 Then as he entered a certain village there met him ten men who were lepers who stood afar off Verse 13 And they lifted up their voices and said Jesus, Master, have mercy on us Verse 14 So when he saw them he said to them Go, show yourselves to the priests And so it was that as they went they were cleansed Verse 15 And one of them when he saw that he was healed returned and with a loud voice glorified God Verse 16 And fell down on his face at his feet giving him thanks and he was a Samaritan 这个痛心的问 一开始11节 就让我们去体会 耶稣的忧伤了 When Jesus asks in pain It enables us to experience his grief 11节 怎么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忧伤呢 How can we see his grief? 这11节说 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 It tells us that Jesus was on his way to Jerusalem 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Why did he go to Jerusalem? 如果你知道悲情的话 这是主耶稣要靠近 接近钉石字架 受难的那段时间 这不是高兴的事情 这是主耶稣的事来的 忧伤不是说 他要为我们定石字架 而忧伤不死 忧伤是那些人 耶路撒冷都不接受他 不接受他 那些人就定死他 那些人不信他是救助主 一开始其实 你就可以看到 主耶稣心里的忧伤 11节我们看到 主耶稣经过的地方 有两个 他要去的地方有三个 一个要去耶路撒冷 那个是在北部 对 耶路撒冷在南部 南方 然后他特地的经过撒玛利亚 那是在中部 中区 然后他又经过加利利 那是在北部 北方 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 跑到中部去 然后从中部撒玛利亚 又进入到北部去 他要去南部你知道吗 一开始就让我们去体会 去看到耶稣的心 他是故意要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这里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他经过撒玛利亚 那是主耶稣特地要到那边去的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是个犹太人来讲 是个罪恶之地 也是个种族仇恨之地 因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嘛 然后就讥笑他们嘛 辱骂他们嘛 不跟他们来往嘛 种下了种族的仇恨 然后又经过撒玛利亚 这三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三个地方的人 怎样对待耶稣呢 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拒绝耶稣了 虽然也有人在和撒纳 赞美主耶稣和撒纳在称颂神 不久就除掉他了 除掉他除掉他 灵愿要换一个恶人出来 都要把耶稣除掉 那就是耶路撒 虽然是个罪人之地 外邦之地 但是他们却是接受耶稣的 而且也是会对耶稣感恩的 那么加利利的人又怎么样呢 加利利的人有接受主耶稣的 也有拒绝耶稣的 有跟从耶稣的 也有离去耶稣的 那个是主耶稣的侍奉之地 侍奉的中心 你注意看这三个地方 这里一开始就介绍 那这三个人是怎样对待耶稣的 从这里就开始去体会耶稣的 忧伤耶稣的心 那么这里说主耶稣进了一个村子 那边有十个 经过中有十个长大马蜂的迎面而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大马蜂的痛苦 大家都了解了 第一他们是与人群各开的 他们不能够跟人在一起 简单说他们是被整个社会弃绝的 整个社会不接受他们的 他们虽然有家 有家不能回家的 有家归不得的 他们有孩子有妻子 也不能去抱抱孩子的 我要抱抱孩子 我很久没有抱完 也不能抱抱孩子的呀 他们是一个人 但是不能够过正常人的生命 他们有心 有自尊心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尊严 活得没有尊严 没有自尊严 他们看到人要隐隐地散开 说我不接近 我不接近 我一直要讲 一直要讲 大大声地讲 让人家离开他 让人家不要靠近他 你这样的生活 你获得有尊严吗 有尊严吗 然后他们生活在 荒山野地的一个角落 偏遠的角落 那他们要撕裂衣服 衣服要撕裂 要红头散发 就是不能过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 生活都不能够做一个正常干净的 都不能够 他们的打扮要这样 他们的装扮要这样 衣服要烂烂 头发不能够梳到整整齐齐 这是肉体跟心灵上都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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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这里说 十四节 耶稣看见 主耶稣看见了他们 主耶稣看见了他们 主耶稣看见什么 主耶稣看见他们 严严地站坐 严严地站坐 他们根本不敢靠近主耶稣 也不能够靠近主耶稣 不能够靠近任何一个人 所以他们只能够 严严地要求主 要祷告 要求主 也严严地站坐 不能够靠近来 这就是主耶稣看见他们 严严地站坐 什么事情让你跟主耶稣 严严地站坐 隔离这么遥远 什么事情让你不能够到主耶稣的面前 到主耶稣的身边 什么事情 为什么离开主这么远呢 不能够很靠近主呢 为什么 讲这么多理由 是不是因为罪 让你严严地站坐 不敢靠近主 不敢靠近教会 现在当时他们是不能够靠 他们想靠近也不能 今天没有人说不能够靠近教会 今天没有人阻挡你说不能够靠近主耶稣 你为什么严严地 严严跟主耶稣的距离这么遥远 这个就是主耶稣看见他们远远地站坐 啊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还有一种虽然人靠近主 肚体靠近主 心远远地离开主 远远地跟耶稣的距离很遥远 有时我们传道人负责人长 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种问题 看不到这种信徒的状况 信仰状况 但是主耶稣看见 主耶稣知道这件事情 叫做主耶稣看见他们远远地站坐 请注意 第二看见什么呢 主耶稣看见他们肉体的可怜 肉体的痛苦 那更重要的是 主耶稣看见他们心灵内心的忧伤 内心的无助 内心的无助 内心的忧伤 简单说就是内心的绝望 他们内心是没有希望的 在当时这个麻红病是没有的医 那谁能够医他们呢 主耶稣看见他们 肉体的痛苦 也包括内心的痛苦 如果你真的有内心的痛苦 主耶稣也看得见 叫做耶稣看见 再来 耶稣的能力 刚才第一点我们讲 耶稣经过的地方 第二个重点我们说 耶稣看见 那第三次 我们现在看到耶稣的能力 那主耶稣十四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吧 耶稣告诉他们 去示范自己 这个是一种命令 耶稣直接讲 你们去给祭司看 什么都没有讲 就是讲这一句话 因为当时 你得麻疯病 你要好了 要完全好了 你才可以去给祭司 来检查 然后祭司来恐怖 爸你真的好了 你还没有好 你还没有好 你不能够给祭司看的 你知道吗 你会被赶出来 会被骂的呀 你都没有喊来 给我看什么 全身都是麻疯病 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所以请注意 当说给祭司看的时候 是说那个人已经好了 他自己也知道好了 所以他去给祭司查看 去给祭司鉴定 给祭司来恐怖 我好了 做一个宣布 可是主耶稣什么都没有做呀 耶稣也没有说 好啊我医治你 耶稣也没有说 要医治他们 耶稣也没有说 祭司也没有祷告 什么都没有 祭司也没有祷告 祭司只说 那你们去给祭司查看 你信不信呢 要好了 除非好了 那耶稣说 那你去给祭司看 那OK 现在都还没有好 都还没有开始医治 就叫我去给祭司看了 你知道吗 这里接着就是说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等你说 他们还没有去的时候 还是还没有好的呀 耶稣讲的这句话 他们没有行到的时候 也是还没有好的呀 什么说好呢 到他们开始 真正的行动 说要去给祭司看的时候 那才突然间好起来 而且这种好起来是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看15节 那中有一个 看见自己好了 看见自己好了 你自己都看得到的 你自己都很深 很清楚的感觉 你好不好 你都很清楚的 讲起来这十个人 都对主耶稣有信心 他们的信心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信耶稣 他们就不会去了 他们就是因为信耶稣的话 所以去的时候就好了 一去的时候就好了 还没有到就已经好了 这里我们看到信心产生了功效 也因为顺负主 赠主的话 细行产生了功效 在这件事情上 主耶稣什么都没有做 也没有答应说要医他们 什么都没有做 只讲说你们给祭司看 原来这一句话就是 对他们的考验 信心的考验 有时我们要得到主的医治 要从主耶稣领受恩典 领受更大的祝福 有时主耶稣要给我们 做信心的考验 你的信心要经过考验 要及格 才能够产生信心的功效 那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信心往往带来了功效 产生了功效 那么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 我信心我信心 信心要看到你行动 就去给祭司看 去给祭司看就是行动 就是顺服的见证 顺服的行为 那么撒玛利亚人我们来看 他如何来感恩呢 今天你怎么样来感恩呢 第一 先见自己好了 就是亲身体验 亲眼看见神迹就在自己身上 这叫做有体验的信仰 这叫做有看见的信仰 你的信仰到今天 信耶稣 信九耶稣 洗礼到今天 有体验吗 有看见吗 有体验的信仰 有看见的信仰吗 那这些体验 这些看见 就是我们所传所讲的见证来的 而且是自己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的 如何来感恩呢 第二 救回来 为什么会回来 为什么会来感恩 很简单啊 因为好了 好了就回来咯 好了就回来 那个这个就是感恩咯 所以感恩不需要讲 不需要很多理由的 不需要讲很多什么东西的 感恩甚至不需要再讲什么理由的 就是感恩就对了 因为好了 好了我就来感谢主咯 好了不是先回家知道吗 虽然他们多么想回家 多么久没有回家呀 好了是先来见主才回家的呀 好了先应该感谢神 好了应该先归荣耀给神 这个就是尊主为大 以神为最重要的 放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 比如说你把神放在最重要 就第一位 得到这么大恩典 得到这么大的意志 好了先回家 先跟家人快乐 先跟家人报告 把神放在后面 把主耶稣放在后面 然后我们说 我们是很尊重神的 我们是很爱神的 是这样子吗 那他如何感恩呢 他回来 他大声 第三个 大声为荣耀给神 大声大声感谢神的 大声是因为内心里面很激动 我非常激动 我好了 我突然间就这样好了 感谢神 我心里很激动 很激动就很大声的 很自然的这样子 大声的讲出来 表示你的内心是很激动的 很真诚的 很激动 很感谢的 你心里很激动 很感谢的时候 不会说 感谢你 不会的啦 那肯定不会这样子的 那个很不自然 大声归荣耀给神 是心里很激动 很感动的自然流露 很自然的动作 跟着第四个 如何感恩呢 又服务在耶稣的脚前 他不只是嘴巴讲 感谢神啊 感谢神啊 不只是嘴巴在喊啊 他整个身体 整个人 碰倒在耶稣的脚前啊 这样来敬拜主啊 那个就是敬拜神的动作来的呀 表示在神的面前 祂是很卑微的 是不配的 主耶稣是非常圣洁 非常荣耀的真神 这样扑着在主的面脚前 我们今天有用这种态度 这样来敬拜真神吗 迟到了还大摇大摆大摆大 动作很大 感染到人家机会那种动作 那种态度 这个叫做 俯复在主的面脚前啊 有吗 我们看到他不只大声感谢 又俯复在主的脚前 意思是 好了 更加的谦卑啊 有些人好了 得到益智了 得到祝福了 开始发达了 生活好了 反而不是更加前卑 是更加骄傲 这种情形我们看得到啊 眼睛看得到的这种动作 你看这个人 好了怎么样 好了更加谦卑 不是好了 更加的骄傲 更加的质疑 感谢了还加上敬拜 所以他的感谢 回来的感谢是真诚的 是真真实实的 主耶稣看在心里 看到这个外邦的 这个撒玛利人 这样来感谢主 这样来感谢真神 主耶稣的心里很痛 应该高兴才对啊 但没有 我看到主耶稣的心里很痛 怎么知道呢 你看 到十七节的时候 当撒玛利人这样做的时候 这样服务在主脚前的时候 主耶稣就开始问了 那九个在哪里 还没有问九个在哪里 主耶稣先问 我洁经的不是十个人吗 难道我洁经的只有一个人吗 难道我只是给一个人恩典吗 我不是给十个人恩典吗 耶稣先问清楚这个问题 主耶稣对每一个蒙恩的人 当然义色人 主耶稣都清清楚主 到底多少个耶稣心里都很清楚 不是十个吗 耶稣问 事实上你得到恩典 蒙主得到恩典 蒙主也是得到怜悯拯救 绝对是放在心里的我跟你讲 所以他才会问 我是给十个恩典的我 十个人恩典的我 不要以为主耶稣忘记了你 主耶稣非常清楚你 你曾经蒙受过他的恩典 你什么时候送洗归入他的宝水 他的宝水洗净你 什么时候给你圣灵 他都很清楚 主耶稣没有忘记你 就像主耶稣没有忘记那十个人这样 那九个人 主耶稣在寻找那九个蒙恩的人 当然也从这句话也看到 主耶稣在责问这个九个忘恩的人 这九个人是蒙恩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忘恩的人 这九个人是蒙恩的人 但在同时他们也忘了 祂要高聪谋啊 连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拯救 连回来感谢一生都没有 要高聪谋啊 要高聪谋啊 他们已经收到我们的祝福 但他们还没有回到祝福 我们是这样来对待主的吗 你都知道 大麻疯是不能够得医治的 是绝症来的呀 当时呀 是盼死型的病来的呀 虽然或作没有死亡 还或作 可是活着不像人啊 不像人的生活来的 今天活得这么有尊严 活得这么骄傲 活得这么样样都有 这么快乐 感谢一生都不会 感谢一生都没有回来 都不回来 除非有一个解释 有什么好感谢 这是应该的吗 应该的吗 你做给我 你医治我应该的吗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那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对待主耶稣的心 认为是理所当然 这是主耶稣的伤心 痛心的原因 这就是理由 为了我们的耶稣说 就好像你今天去医院啊 开手术啊 手术到开好了 出院了 走啦 还感谢什么 你感谢那个医院啊 不过也许有些人也会感谢的哦 回到家里还写感谢卡给医院 给那个主治医生 也有 当然很多人也没有 好了就走咯 我给钱了哦 理所当然的嘛 你医我 你医我是应该的 你知道吗 我给钱你 难道你跟主耶稣的关系 你也把耶稣当作是 医生跟医院的情形啊 没有把主耶稣当作是真神 没有把耶稣当作是给你恩典 去拯救你啊 给你医治你啊 主耶稣继续啊 主耶稣提醒 问了问题过后 主耶稣做一个提醒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庸要给神吗 耶稣责问 耶稣开始追问 责问我们 而且主耶稣特别强调 这个外族人 特别强调他是外族人 是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 不是神的儿女 不是神的显明 不是亚不然的子孙来的 主耶稣故意这样问的 特别强调他是外族人 那么神家里的人在哪里 亚不然的子孙在哪里 原来 回来感谢主耶稣 是在绝书来看 是归荣耀给神啊 难道没有人回来 荣耀神吗 归荣耀给神吗 感谢主耶稣 是归荣耀给神啊 知道吗 So by returning to God We are giving glory to God And is there no one else Coming back to return To glorify God 你原来常常感谢 常常感谢赞美 就是在荣耀神啊 归荣耀给神啊 神得到很荣耀 看到这么多信徒来感谢他 When you return to give thanks to God You are actually glorifying God 那既然外族人 都会这样感谢神 荣耀神 那我们神的儿女 真神的儿女 难道不会吗 And if this foreigner knows how to give glory to God And return to him And give thanks to him What about us as God's children 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的要求 Here we see the expectations of Jesus 耶稣要求什么 What does Jesus expect from us? 在主耶稣提醒的话当中 里面隐藏着主耶稣的要求 In the reminder of Jesus You can see this is his expectation 主耶稣要求我们 要求世人 不要只是把他当成是医生 不要把他当成是 慈善家 做善事 医生医治人 不要 因为他跟你的关系 不是病人跟医生的关系 不是这样 病好了 所以还要去见医生呢 所以还要去回来找他呢 难道 难道你跟主的关系 只是病跟医治的关系吗 病就来医治 好了就走了 病又来医治 又来祷告 好了又走了 难道你跟主的关系 只是这样 病人跟医生 或者病人跟医院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这里 占言主耶稣故意 故意特别的从 经过撒玛利亚 然后又进入北部 又再从北部上到南部去 多远的路途呀 多遥远的路途呀 那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这里 除了要把握机会 更着要把握这个恩典来感谢 我来讲主耶稣痛心的第二个问 第二个痛心的问 这个问题也问到主耶稣很心很痛 到底什么问题呢 请看亚福音书六章 看亚福音书六章 我们读六十六节到六十七节 六十六节之后 从此就在这个时候 他门途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跟主耶稣同行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主耶稣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许多门徒 许多门徒 会去不再跟从主耶稣 门徒不是一般的信徒 那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主耶稣就问了十二个门徒一个问题 六十七节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主耶稣痛心的 心很痛的问中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像他们这样离开我吗 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主 我们看到的背景 像会说六章你读一篇的时候 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讲生命的道理 主耶稣在讲生命的粮 从四十七节到六十七节 主耶稣在讲圣参的奥秘 圣参的真理 祂讲他就是生命的粮 祂的肉是可以吃的 祂的血是可以喝的 整个道理 整个真理都在强调生命 得永生 得生命 因为在五十节说 主耶稣说 祂的这个生命的粮 祂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试的 为了我们的生命所赏赐给我们的 然后说吃主肉和主血的人有永生 五十四节 永生就是永远不死 永远地活作 然后在末路台要护活 还有关护活的真理 这种道理不是我们跟从主的原因吗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为了要得生命啊 难道不是吗 得生命 得永远的生命 得不死的生命 永远地活作 不是这样子吗 要不然你信耶稣来做什么 你不想得生 得永远的生命 你信来做什么 如果这不是那生命 那为什么你信耶稣 奇怪 当主耶稣在讲解这种 生命道理的时候 现在有些人听了 离开祂了 不要再跟从祂了 也不再信祂了 原来这些人跟从主不是为了要得生命的啊 难道不是为了要得生命的啊 这样看起来不是为了要得生命的啊 那你这样信耶稣你信错了 信了空的啦 没有意思了 信耶稣得永远的生命 信耶稣得永远的生命 那这里说就从此 就在这个时候 从这个开始 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就是那些本来跟从主 学习主的 向耶稣来学习的 跟从主的 离开主 不是一般的信徒来的 所以让主耶稣最心痛的是说 从此 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这是主耶稣最心痛的事 面对这种离开主的行为 所以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 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这个时候主耶稣要让门徒做一个选择 我不要 我不勉强你们 你们也不要逃避这个问题 你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要去选择这个问题 要选择 对这个问题要做一个选择 有时我们怕信徒离开 叫传道讲道理 斯文一点 不要一直在骂人 人家信徒不来教会 就怪传道 他跌倒也怪传道 他不来教会了也怪传道 有木道者的时候也是 传道有木道者 你客气一点 木道者等一下不要来 又传道传道的头上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好像这第六章 很多人听到耶稣讲这种道理 生命道理 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不愿意相信 你是不是叫耶稣说 耶稣以后不要再讲这种道理 主耶稣请你不要再讲这种道理 你讲这种道理大家离开你 是不是这样 你是不是这样 你要回答的呀 你要去面对他的啊 他要离开还是怎么样 你要去面对他就算他离开了怎么样 你还要不要讲 还要不要坚持真理 还要不要坚持那种悔改的道理 还要不要坚持那种得救 你要进天国的生命 还要不要 还是大家讲爽的 讲好听的 讲爽的 快乐的是不是这样 然后进天国 这样可以进天国吗 不接受耶稣生命的道理 你怎么样进天国啊 你不想认耶稣就是永生 生命之主 你怎么进天国呀 我想如果这次门徒说 那回答了主啊 那我们也不要跟从 那我们也离开了 因为你讲这种道理 我们听不懂 我们吃不了 我们很难吞下去 我们不喜欢吃这种 听这种道理 你想主耶稣会不会说 你们不要走啊 你们不要走 求求你留下来 我以后我不要再讲这种道了 请你们原谅我 我以后我不要再讲 会不会 耶稣会不会这样呢 你当然知道耶稣不会啊 那你要走你就走啊 我不会留你啊 留你也没有用啊 那只是一个外表而已啊 那假的信仰来的 要来做什么 很多人在教会也没有离开啊 一个课而已 没有真正接受生命道理的 那不是成为一个团体而已吗 然后做报告啊 很多人都感谢主很多人 做个报告 很多节目 是这样子吗 最重要的是 当耶稣问你们也要离开的时候吗 耶稣面对了 如果门徒要做个选择 要留下还是离去 主耶稣要面对 主耶稣也要接受这个事实 他绝对不会改变它 更重要的是 即使徒弟们离开了耶稣 耶稣不会改变耶稣 感谢神啊 圣灵感动着彼得 代表这十个门徒 那么彼得怎么样回答呢 彼得怎么样回答呢 六十八节 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归属于 你就是永生 就是有永远的生命 你就是在讲生命的道理 我们就是要这种道理啊 我们才跟从你的啊 不然还要跟从谁啊 不单只这样 六十九节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不只信 还有清楚地知道 你是神的圣者 不然那是很感谢神的事情啊 突然间耶稣听了彼得这样讲的时候 耶稣讲什么 就是突然间讲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因为当中有一个不信的 不单只不信他 还要毁灭主耶稣 要让耶稣死掉 要毁灭耶稣 这不是魔鬼做的事情啊 这是魔鬼要做的工作来的 要耶稣死 你说耶稣心不心痛啊 他讲的这种生命道理 很多人离开他 这里讲不再跟耶稣同行 不再跟耶稣在一起 很清楚地 结线很清楚地 然后当中十二个里面 有一个是魔鬼啊 所以当耶稣问这个问题 耶稣觉得心里是很痛的 任何对主耶稣 或者对主耶稣的教会 有怀疑不再相信的 主耶稣一定会问 你也要去吗 你也要像一些人这样离开吗 我再重复 任何对主耶稣 或者主耶稣的教会 有怀疑不再相信的 主耶稣一定很痛心地问 你们也要去吗 世上有些人已经离去了 离开教会了 离开主的教会 都在信主的教会 他也不再当主耶稣的信夫 那个真教会主的信夫 他也不承认他是主的信夫 所以主耶稣会问 你问我们 留下来的 还没有离去的 你们也要离去吗 这个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不是对那些离去的人讲的 你知道吗 是对那些 还没有离开主的人讲的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还没有离开的 我们还在主的教会里 在一次圣参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显现 那有一位信主在祷告中 看到主耶稣的脸上露出很痛苦的样子 很忧愁 很痛苦的样子 然后看到主耶稣的手 一直按照心口那边很痛 按照心口这里很痛 那么他就问他说 主耶稣你是不是很痛 主耶稣向他点点痛 然后用手比一个心 不能按照头 然后用手比一个心 然后祈祷他的心 耶稣是心痛 在圣参祷 主耶稣不但身体受伤 主耶稣透过这次圣参的见证说 他心很痛 你看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主耶稣痛心的会 祈倣 asked Seth Lee 谢良اب 继续 许多语 睿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